天然气涨了十多倍 眼见法机汉丝猫等微爱发电的一众小弟们都快断气了 而鹰匠大毛却拼命塞气给兔子 兔子无奈地打了个格 转手把鹰匠送来的液化器再转卖欧洲 含泪数着小浅浅 这样魔幻的剧情竟然真的在上演 事情的来龙去卖是这样的 前几年鹰匠川宝嫌弃兔子买得少 除了合同内的300万吨 又以长期合同形式额外硬塞了兔子400万吨液化天然气 川宝还将此作为个人政绩到处炫耀 夸我 请夸我 谁曾想大毛二毛干状 天然气价格在欧洲瞬间飙升15倍 而大毛也源源不断地往兔子这边输气 仅三月份送过来的就超过了去年全年的两 兔子打了个格 这有点过剩了 偏偏这差价不赚还不行 与鹰匠签订的合同非常严 不然要面临高额违约 必须履行 无难之下 只得将鹰匠的液化器含泪转手卖给法鸡汗丝猫了 不只是英雄 这玩意儿的话 我们 我们卖啦 鹰匠和熊匠敢卖的东西我们卖 鹰匠和熊匠不敢卖的东西我们更要卖 如此一来兔子从天然气进口国摇身一边出口国了 这一船下来赚的也不多 也就十个小目标的绿币 估计今年十月份前能至少卖四十五船过去 也就是四百五十亿绿币掐价 来来来 来来来 我们的东西在便宜 今天都是少许一 对比去年辛苦卖了一年气才收了五百五十亿的大毛 这收入不能说是一本万里 至少也算得上日进抖金了 兔子被硬拱成中间商赚取差价 一边含泪数着小钱钱 一边无奈的叹了口气 嗨 我们实在没办法 真的是被逼的 嘿嘿 小钱钱 抖晕 让你这样 cognitive 转开